宇宙浩瀚 知识无穷 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智慧财产权法 大家好 我们一样用一些案例跟问题来跟大家做解说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著作 著作物与著作权的意涵及关联为何 现在如果贾他写了一部小说 印了一千本 然后销售了七百本 我们想请教一下 他有几个著作权 有几个著作 有几个著作物 跟几个动产的所有权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著作呢 什么叫做著作呢 这个著作呢 它必须在附着于一个复利物上面 这个叫做著作物 那著作物呢 它可能是书籍 可能是DVD等等 有了这个著作 基本上面 它应该会有的著作权 那这个著作权 它的要件必须要已经完成 要有原创性 要有独特性 然后这著作权可分为 人格权跟财产权 好 那著作呢 它就可以分为一般著作 衍生著作 这个编辑著作跟表演著作 所以现在我们来讲 什么叫做著作 这著作呢 就是著作人所创作的本体 为著作权所复利的衍生 那就管义上面来讲 凡是人类的创作的作品 我们都可以叫做著作 只要它是以文字图形图画 乐谱符号 或者程式等等所表示出来的 那这狭义的来讲呢 就是我们著作权法 第三条所生的著作 就是指的凡是属于文学 科学 艺术或其他学术范围的创作 那这个著作大多数呢 那来讲著作物呢 一般来说呢 大部分来讲都是一个动场 但是它也可能是不动场 像譬如说一本小说 一张唱片 一幅图画 这个都是动场 但它可能也是一栋建筑物 那建筑物它就变成了不动场 那著作物 假设它是动场的话呢 它就可能有数个单位 那所表达的呢 这个著作它就只有一个著作 那么我们来看到说 今天我写一本小说 我写了一个小说 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是我写的 那这个小说的本身叫做著作 我把这个小说印成了书 这个书呢 叫做著作物 那这个著作物呢 你买了这本小说 这个著作物是你的 你有这个动场所有权 那你有这个动场所有权 你买了这个小说呢 你当然可以把小说转售给别人 转卖 你也可以把小说送给别人 你也可以把小说借给别人 你也可以把小说呢 这个租给别人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你可不可以把小说呢 这本小说假设有三百页 你可不可以copy三页给别人 你说我小说 这本小说是我的 我可以卖给别人 可以送给别人 可以借给别人 可以租给别人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里面 copy三页给别人呢 还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这本小说是你的 可是这本小说上面的文字 不是你的 那个文字是它的著作 这个小说里面的图画不是你的 那个图画文字 那都是著作 那著作是别人的 是谁的 是著作人的 那著作人 他享有著作权 你想有这本小说的这本书 你想有这个洞产所有权 可是这个著作权不是你的 著作权是谁的 著作权是著作权人的 那什么是著作权呢 根据1971年的博文公约第一条规定 本公约所适用范围内之国家共主联盟 必保障著作人就其文学以艺术著作权之权利 那世界著作权公约第一条说 第一国承诺凡文学科学及艺术著作 包括文字注意音乐戏剧及电影绘画 版画雕塑等著作之著作人及著作权人之权利 给予充分而有效的保障 那他第四条之二的第一项规定 他说第一条所授予之权利 兼含著作人经济利益之基本权利 包括授予任何方法重制公演及播送等其他权利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到根据国文公约 以及世界著作权公约来看 这个是对于著作权人的权利的一种保障 那我们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一项 第三款说著作权乃是指的 因为著作完成所生著作人格权及著作财产权 那第十条的规定说著作人于著作完成时 享有著作权 好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 我们第三条所规定的实际上是 针对著作权的种类而言 那我们对于第十条 应该是著作权取得的产生的时间点 所做的一个规定 其实我们仔细地研究我们的著作权法呢 我们实际上著作权法并没有对著作权的定义 加以解说 那么因此各个学者都对著作权的定义呢 各自来做一个学术上的阐释 而我在我的书本上面说 著作权是什么呢 著作权就是著作人因为对于特定范围的著作的原创之完成 而受到著作权法之保护 当然地享有专属地排他的财产权跟人格权 那么对于著作权的概念呢 一一我们了解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今天我写了一本小说 写了一个小说 这个小说是一个著作 我印了一千本的书 那这一千本叫做动场 那这一千本里面呢 我卖了七百本 所以现在有七百个人 七百位读者拿了我的书 所以有七百个所有权 那加上我自己还有三百本的话 我也有一个所有权 所以有七百零一个动场所有权 那这个著作物呢 它有一千个著作物 一个著作 一个著作权 一千个著作物 七百零一个著作财产权 那么利用这个题目呢 我们将著作 著作物跟著作权呢 做了一个解说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是说 贾在参观这个车展的时候啊 他用傻瓜相机呢 去拍摄了这个汽车的这个图形 然后呢 把它登载到汽车的这个销售的杂志的目录之中 那因为车展已经结束了 很难找到这个实物的拍摄呢 所以乙呢 所以乙呢就从这个甲所拍摄的相片上面 去把它翻拍出来 然后呢 因为他的撰稿 所需要的呢 他就在这个撰稿中里面呢 把它引用的这个图片 那请问一下 这个甲呢 可不可以对于主张呢 著作权的一个侵害 这是一个实际的案例啊 这个我们在98年台上至1198号里面 各位可以看 参考到相似的这个案例 好 那这个案子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要谈的是什么 是著作权要件的取得 你怎么样子能够取得著著作权呢 我们在讲法律的时候呢 都会跟各位呢 说你要有一个权利的话呢 就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呢 就必须要有一个权利的 这个成立要件跟生肖要件 那著作财产权 你要取得这个著作财产权的话 一样这个著作财产权 那必须要有一个要件的存在 那著作财产权的要件呢 我们著作权法上面 也没有规定得那么清楚 所以都由学者自己所表达 那我认为有三个 一个是著作要已经完成 第二个要有原创性 第三个要有独特性 什么叫做完成呢 也就是说它的著作 必须已经达到了具体化的概念 什么叫做具体化呢 在1971年的博恩公约呢 它规定联盟国得以国内法规 来规定呢 概括的或特定的著作 它需以具体形态附着 使受制定法制保护 不问它已经发行与否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完成呢 就是你在感官知能上面 要能够已经能够认知 它是一个著作 而且它与他人的著作有所差 差别有所区别的 第二个要有原创性 什么叫原创性呢 简单来讲就是说 是由你自己所独立发展出来 设计出来的一个创作 你没有去抄袭他人 那这个时候我们原则上来说 是一个原创性 那所谓的独特性呢 就是这个创作 它必须呢 它的内涵呢 是要能够显示出著作人 他精神上相当的程度 而且呢 能够与他人的著作呢 能够做区隔的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能够显示出来 作者他本身的个性 跟他的独特性 那著作全法呢 它最重要的在保护著作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具有的原创的概念 所以今天一个摄影著作 原则上应该呢 它要有一个独特的概念 也就是说 它可以就它的这个主题的选择 对它观影的处理 对它的观影的修饰 对于它的组合 跟它其他在艺术上呢 这赋予的方法 用摄影机所产生的这个产品 它的这个摄影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跟别人的著作是可以有差异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从它的构图 从它的角度 从它的观量 从它的速度 从它的选择调整这篇来看 它所拍出来这张的这个相片呢 是不是跟其他的这个摄影者 所拍出来的相片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们是有差异的 那么这个在摄影著作上的原创呢 真的就是要表现出来 摄影是它本身的精神上的 一个独特的一个概念 假设今天我是用傻瓜相机来拍摄 任何人在相同的角度 相同的地方 用相同的这个相机 傻瓜相机 或者现在所谓的手机的数位相机 所拍出来的话 基本上面应该都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 这个作者它在本身上的内心的 独特的精神的产物 因为它没有一个创作的高度 任何人在相同的状态之下 他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那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们著作全法所表达的 就要保护的就有点不太相同 著作全法所要保护的是一个 思想的表达方法 而不是保护的思想的本身 我们也不保护概念的本身 所以每一个人在相同的角度去拍摄 这个影片的时候 或者这个相片的时候 这个甲不能说 我在这边拍过的 你已就不能再拍 不是 每个人都可以在你相同的角度来拍 只是每个人在相同的角度 他所用的观圈 他所用的快门 他所用的观影 他所用的这个图形的构图 它会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 它才会出现所谓的原创性跟独特性 那基本上面来讲 也就是说我们的表达方式 必须要能够达到客观化的 这个一定的形式 在构图的本身上面 必须要跟别人能够有所区隔 那这个时候 你的原创性才能够显示出来 所以用这个傻瓜相机 在拍的这个相片 应该一般人在相同的情况之下 会拍出相同的图形的时候 它本身的原创性跟独特性是不够的 因此它可能没有办法 取得著作权子保护 那利用这个案例 让各位知道 这个著作权的这个要件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谈呢 这个著作权的要件上面 它主要的就是在 思想跟表达的二分法 那我们用一个案例 来跟各位做解说 比如说甲 它以龟兔赛跑的故事 为这个雏形 其中提到的乌龟以游泳级 滚下悬崖的方式获胜 而乙呢 它也是以龟兔赛跑的故事为雏形 其中呢 也是用这个翻滚的方式 滚下山坡 因而获胜 但是它所表达的方式 是有所不同的 那甲也认为呢 乙有抄袭 那乙呢 这主张它没有抄袭 那到底他们两位呢 有没有在抄袭 谁有抄袭 还是没有抄袭 好 那这个案例呢 就可以从我们的第二个案例呢 所衍生出来 我们刚才在第二个案例说 你著作权的取得 必须要著作已经完成 它要有原创性 它要有独特性 那这个原创性跟独特性 实际上是在研究 著作权的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评量的标准 我们说一个创作呢 是指的这个创作人 将他个人的内心的思想 将他的情感 借着语言文字符号绘画 声音形影像肢体动作 等等的这个表现的方法呢 来表达出来 以个别独具的创意表现于外者 所以凡是具有原创性的人类 精神上的创作 而且能够足以表现作者个人 这个他的这个个性 或者是独特性的这种程度呢 我们原则上呢 就可以让他享有了这个著作权 这个就是我们著作权法上 所要求的所谓的原创性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能够表达这个作者的个性 他的独特性 那著作权法 我们在第十条之一 规定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著作权法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 而不至于思想的本身的这个展现 所以这个就叫做这个构想跟表达的二分理论 那如果说这个表达的这个方法 在表达某一个观念的方法 假设这个表达的方法只有少数的几种方法能够来表达的时候 那这个表达的方法呢 他就不能够再受到著作权法上的保护了 也就是说如果同一个思想 他只限于很少数的几种表达的方法 他只能可能在两三种表达方法之中去选择表达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个表达的方式呢 就必然会有相同或相近视了 那既然他有相同或相近视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学理上面就把它叫做 这个思想与表达合并原则 The American Doctrine of Ideal and Expression 那像这个案子里面 这个大家都知道 兔子呢一定是跑赢乌龟的 所以你要能够让乌龟能够赢他呢 真的这个事太困难了 所以呢这个甲呢 他就在想说会赢的话 因为有上坡下坡 那这个乌龟呢 就利用这个下坡的方式 他用滚的滚下去 那另外呢 一个也是用说乌龟呢 他就跳下去了 这个表达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 那这种差不多的描述的过程呢 因为你乌龟要能够赢兔子 真的是能够想出来的就是这几种方式 那么因此我们说在你的思想的表达上面 如果只能限于呢 这少数的几种方式的话 那这种的表达方式呢 就不能够跟思想做二分区分 而只能将思想跟表达予以合并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说这个表达的方式有限之下 在表达与这个思想和他合一的时候 那么因此在这个案子里面 这个乌它就不能够被认定是一个 侵害假的这个著作权了 因为能够表达的方式就是这么几种 所以这个是我们透过呢 这个龟徒赛跑这个实际的案例呢 来跟各位做一个解说 就是在原创性上面 我们原创性的保护呢 是基于我们只保护表达的方法 而不保护表达的本身 这个思想的本身 这个思想的本身 这个概念的本身 我们是不保护 我们保护它的一个表达的方法 那表达的方法如果跟思想 它是相合并的 无法做这么严格的这个区分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不能够与严格的要求 好 那有了著作 然后你又享有了著作权的要件 基本上面来讲 这个著作权 这个著作是被保护的 但是谁才能够享有这个著作权呢 那这是著作的取得 著作权的取得呢 我们来看这个第四个案例 就是公司的这个员工 也就是受雇人 这个跟公司 他们之间哪一个人才是真正的著作人 假设呢 我们说这个大雄呢 他是一个明星广告公司的员工 他负责呢 这个广告的设计 那这个大雄呢 常常将工作带回家去做 那大雄这个时候 他所完成的平面设计的这个广告设计呢 这个著作权是属于公司所有呢 还是属于呢 这个大雄的 这著作权到底是谁才能够取得呢 我们看到著作权法的第十条的规定 说呢 著作人在著作完成的时候呢 他可以享有著作权 但是本法另有规定 则重启规定 所以依据著作权法第三条的定义呢 著作权当然是指的这个创作著作之人 但是呢 有原则就会有例外 有原则就会有例外的话呢 那这个例外的情形 就是在我们本法 也就是著作权法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一条是有关于受雇人 职务上完成的情形 第十二条呢 则是呢 出资人 这个完成的情形 那我们看著作权法第十一条 第一项说 受雇人于职务上完成之著作呢 以该受雇人为著作人 但契约约定 以雇佣人为著作人者 从其约定 第二项是说 依照前项规定 以受雇人为著作人者 这个著作财产权 归于雇佣人享有 但契约约定 其著作财产权 归属于受雇人享有者 从其约定 那前两项所称的受雇人 是包括了公务员 那依照我们著作权法的 第三条的规定呢 这个著作权 当然是指的是属于 创作的这个著作之人 但是依照我们刚才 第十一条的规定的话呢 这个著作权人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第十一条它上面说 受雇人在职务上 所完成的著作 以该受雇人为著作人 也就是说原则上 你们没有特别约定 今天我是公司的职员 今天公司叫我去设计 一个企划案 那我现在呢 在这个公司里面呢 我去做这个企划案 无论是在公司的上班期间 还是我回到家里面去 我都在做这个企划案 因为我是受雇于公司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是在执行公司的职务 在这个职务上呢 我所完成的著作呢 假设我们没有特别约定的话 我是这个企划案的著作人 那如果说 我是这个企划案的 这个著作人的时候呢 根据我们第二项的规定 根据第二项的规定 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 就是如果说 以受雇人为著作人的话呢 这个著作财产权啊 会归属于雇佣人所有的 这个就很麻烦了 因为如果说 我是公司的职员 根据第一项规定 原则上 我虽然是在公司上班 我替公司工作 我替公司写的这个企划案 这个著作人是我 我是著作人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有约定 有约定说 我替公司写的这个企划案呢 这个著作人呢 是公司 不是我 那我连著作人都不是了 我如果不是著作人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既没有著作人格权 也没有著作财产权了 我通通没有了 这个时候变成公司了 公司它想有著作人格权 跟著作财产权 那如果说我们契约没有约定 那我是这个企划案的著作人 那我是企划案著作人 根据第二项来讲 我只有著作人格权 为什么呢 因为著作财产权归 雇佣人所享有 除非我们契约有特别规定 说著作财产权 也是我受雇人所享有的 那才归我 那这个条文呢 是因为我们根据WTO来的 那WTO呢 是因为根据当时美国的 这个法规的要求 所以我们看出来这个部分 真的是有点不公平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整个国际条约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困扰 那接下来呢 就是第十二条的一个例外 就是出资人跟这个 应聘人之间的关系 他会有这个例外 那出资人跟应聘人之间呢 这出资人 如果我出资聘引他人 完成的著作呢 那除了前条情形之外 以该受聘人呢 为著作人 但是契约呢 约定呢 以出资人为著作人的话呢 那重启约定 所以第十二条呢 跟第十一条是有不一样的 第十一条呢 是说如果今天你是受雇人 如果原则上没有契约的约定 你是受雇人的话 那你是著作人 可是你是著作人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著作财产权 是归属于公司的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SOHO族 你去包案子来做 人家出钱给你 你替他设计一个城市 电脑城市 或者你替他写一个企划案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没有约定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原则上在出资 聘与他人完成的时候 除了有这种情形 如果没有约定 那是以这个受聘人为著作人 所以你享有著作权 但是如果约定是以出资人 来为著作人的话 那就归出资人 那如果是你受聘人 为著作人的时候呢 著作财产权 依照契约的规定 属于受聘人或出资人 如果没有规定的话呢 就属于呢 这个受聘人享有 所以变成说 我在售后组 我是用出资跟受聘的时候 我反而比较获得保障 因为原则上 这个我没有约定的话 那我是著作人 我想有著作人格权 跟著作财产权 所以第十一条跟第十二条呢 真的是差异很大 那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就发现到说 你今天是公司的职员 你在替公司上班 你在上班的过程中 无论你是做企划案也好 是写文稿也好 这个时候因为你是 依照职务所为的创作 原则上 这个是按照第十一条的规定 那以你为著作人 那如果你为著作人的话 没有特别约定 著作财产权是公司的 如果有约定的话 那这个时候应该是属于 这个公司之所有 好 所以我们说 我们在著作权法上面 对于著作权的取得 当然你一定要先符合了 著作权的要件 你要这个著作完成了 你要具有原创性 具有独特性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受我们 著作权法上所保护的著作 你想有著作权 著作权原则上 根据第三条规定 是属于著作人之所有 但是也未必 因为我们在法律上面 常常就是有一个厌 就是有原则必有例外 所以在第三条的原则之下 就会出现第十一条 跟第十二条的例外 我们借着这个案例 让各位能够去理解 我们下次再见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网路行销 很久别人的 优优 Kh Abo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